我自己都聽不下去 別人聽得下去嘛 一定聽不下去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朋友也聽不下去 不要說朋友啦 我連我老婆都聽不下去啦 我講不好聽 不要說我老婆 連我自己都聽不下去 我自己都 我練了兩年都 我吹的歌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還是怪了一種關係 是不是我音響有問題 是不是我錄音設備有問題 是不是我的業氣有問題 是不是說講不好聽 是我的聲音可能不行吧 可能是有時候 崔莎書就認為說 跟唱歌一樣 有時候唱歌 不能聽就是不能聽 可能我在找藉口 我是很努力啊 我不是沒有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啊 每天的每天的 假日沒有出去玩 不出去玩 早上練 傍晚練 假日 週休二日 週休三日 不管有連假 都是那樣 每天都是那樣 好 我們先聊 你怎麼樣開始學薩斯芳的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同學 我今天學薩斯芳 是 音樂因為是同行 朋友 他在吹薩斯芳 他吹一吹 他吹四年多了 我感覺不錯啊 本身 我們就喜歡音樂的人 喜歡音樂的人 當初就說家裡窮 在鄉下 連買一支吉他都沒有錢好買 他家裡窮到三餐都有問題了啦 以前是很窮的 啊為了說啊 就是說你從年輕就開始打拼 為了生活 為了家庭 為了以後給後代說啊好過 以後我的小孩子不要那麼辛苦 我們已經很辛苦了 我的小孩子我絕對不要那麼辛苦 所以我們就是 日夜亮天亮做 做到現在 還好的 小康了 生活比較好過了 我才有 年紀也有到了 然後說 錢 賢 可以說啊可以放鬆一點 做我們自己的興趣 最先是寫吉他 寫一寫 寫吉他寫一寫 後面就說 是朋友 他吹沙士風吹四年到 嗯嗯嗯 吹不錯啊 寫沙士風 當初寫 應該是不會很困難 他吹四年到 我一年一定會追過他 我的木耀 我一年我跟我老婆講說 我一年一定要比他會吹 有果子 我會那麼努力就說 我跟我老婆講了 話都講出來 所以我很認真寫 就去然後是朋友說 哪裡哪裡有可以寫 哪裡可以寫 那是我們一張白紙啊 這個沙士風吹要去哪寫 不曉得 你要講怎樣 我們就去寫啊 老師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聽啊 老師怎麼教我們吹 我們就吹啊 嗯嗯嗯 完全不懂是陌生的 完全是很陌生的啦 不懂的啦 嗯嗯 啊我們去寫寫 寫錯方法 我也不曉得啊 嗯嗯 教你的方法教錯 我也不曉得啊 去就是吹歌啊吹歌 每天就吹歌吹歌吹 吹了兩年多 要想說啊 線上教寫 我們就在錄音設備 劃下去 線上教寫來講的話 好自己吹歌 自己就 有開始有錄啦 還沒有錄之前 都認為說 喔我已經吹的很厲害 我已經很會吹了 我吹的一定很好聽了 都自認 你沒有錄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錄之前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你沒有錄 我完全不曉得你吹這樣 就自認為說 薩斯風我已經很會吹了 OK了沒問題 應該 應該很 OK了 你吹了嗎 兩年都要吹 因為我有認真啊 我有付出啊 我們不能有付出 我們真的很認真在寫啊 是 是 我感覺到你的認真了 就是因為說 線上教寫 所以說 才 才買了錄音設備 可以裝下去 吹了 聽了 欸 我今天吹的歌怎麼會怎麼樣 又不相信 再吹 再吹 一天 兩天 三天 欸 那當時我吹的嗎 我吹怎麼那麼難聽啊 是不是我錄音設備有問題啊 還是 你一直想 你就會找藉口 我會很認真在寫啊 應該是我吹的歌 應該很不錯了啦 已經寫兩年多了啊 釣魚是寫很多釣了啊 為什麼我吹的 那麼難聽 可能是吹嘴 可能是 可能是給戲有問題啊 就是 就是你會找 各種理由 薩斯芳也換掉了 吹嘴也換掉了 什麼也換了 什麼都花了 光是錄音設備 薩斯芳 總共從頭到尾 花了現在 花了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三四十萬有了啦 一定超過的啦 然後 所以說 還是那麼難聽 哪呢 怎麼會這樣 你不相信說 那個 錄出來的 放出來是你的聲音 你完全不能去接受 必要說怎樣啦 我老婆是 陰吃人 她聽到 她是不好意思跟你講說 吹到那樣 我是聽不下去 我們都不相信 那是我們自己吹的啦 哇 我說 哎呦 我怎麼吹到那樣 兩年多怎麼會這樣 怎麼吹到 誰怎麼會這樣呢 我一直不敢相信 我一度就說 我跟我老婆說 我不要吹 嗯 中間有一度很挫折 很挫折 真的很挫折 我很努力啊 我不是沒有付出啊 我真的很努力啊 每天每天吹 每天都吹啊 假日也吹啊 有假日都吹啊 一天有時候練兩三個小時 幾乎每天兩三個小時 啊 假日七八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 都有在吹啊 沒有日夜的 你有空就去吹啊 我一直想要把它練好啊 嗯 啊 可是 你吹錯的聲音 你一放出來你 聽不下去啊 真的聽不下去 啊聽不下去你就會很錯色感 錯色感 啊我會很失望 我說啊我不要寫了 不要了 嗯 我還 後面還一度是認為說 可能吹哨聲音是跟人家唱歌一樣 有些唱歌很好聽 有些唱歌很難聽 就是本身天職 我 那時候還不懂 我把他當時說 可能我的音色 本人的特質 對 就跟我們講話的聲音是一樣的 對 我是還 我們不懂嘛 我還說 這就等於說 是我們的音色吹出來 我的歌才是 那麼難聽啊 有點像我們天生的長相就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那樣 我後面我也是不甘心啊 你 畢竟寫那麼多年了 啊有時候去朋友吹 我們自己吹我們沒有錄音 我不曉得 朋友也說 啊 不錯啦 不錯 那是不好意思當你的面說 你怎麼吹還那麼難聽啊 那不錯不錯 那他說讚啦讚啦 不錯不錯 那都在敷衍你啊 嗯 後面就自己聽 哎呀 我們自己都聽不下去 你認為說人家會 會好聽嗎 哦 你吹得好難聽啊 是沒有 沒有講這一句話而已啊 沒有那麼露骨而已啊 嗯 原本不會寫啦 是啊 這樣大概多久了 我那時候有大概 那時候那段時間 上個月到半年喔 我一度就就 很錯誌就 不要寫 不要寫 後面就是說 在網路就網路開始找 哎 看網路你啊 吹網路 人家介紹啦 啊 吹哥 網路上面有叫 啊 吹哥要怎麼吹啦 要怎樣 要怎樣 嘴巴要放鬆啦 要怎樣 很多 哦 你才會去找 網路上找 你看他教學的話 哇 你一直要打出教學很多啊 對 各種各色的教學 有些怎麼教 怎麼教 每一種很多很多的風格 對 好多啊 啊就是 哎 再說什麼 才去慢慢去摸索 去探索 才一點一滴 慢慢慢慢 只是說 你已經寫那麼久了 你畢竟還是不死心啦 你說 那麼久了 你說 就這樣就全部丟掉 因為 我們就 本身就喜歡音樂的 你說那樣放掉那樣 是不甘心啦 就反正 死馬當活馬醫嘛 啊就網路上看啊 網路上看 馬上看看 哎 因為你有寫一段時間 你可以發覺上 哪一個老師講的有理 他講的對不對 會不會教 他也沒有教 有些是常常有教跟沒有教 後面你才會發現 哎 這老師教的不錯 他講的有理 所以你研究很久了 我就有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 自己吹的歌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所以才說 才會去網路那樣看一看一看 哎呦 這老師講 哎 有理 小章老師 我就是看他網路看到你 我認為 你講的有理 還是有個邏輯啦 有一個邏輯 對 你講有理 嗯 我也找一對一老師教啊 嗯嗯嗯 可是他們方法都錯誤啊 教的方法錯誤啊 一對一也也寫了 團體班也寫了 寫了兩年多 聽了歌 自己都聽不下去了 你講的觀念才正確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當初來 哎 我是拉下臉皮 嗯 我一個寫兩年多 跟一個初期班 倒在密码說到底不會的人 我還要跟他一起上課 那個 那個臉是要 哎 要是要真的很 拉下臉才 那個來來上課呢 那個 你看那個要花出多大的勇氣啊 多少那個 你那種 面子的問題那樣 是是是 跟他抖立密码說 都還不會壓的那樣 吹出 吹有聲音 還吹不出聲音的 你要一起上課 進來那我心跳有時候 好 我打破重片 我從頭開始 呃 我要了解說 小正老師你 一開始是怎麼教的 我要證你們的過程是怎樣 我打掉重練 我從頭 你開始怎麼 啊 要怎麼 嘴型要怎樣 要什麼 要怎樣 要怎樣 練嘴巴 力量 力度 怎樣怎樣 我才知道啊 你不曉得這個 你用跳出來 你後面前面那一集還是沒有學到 你等於意思 每天吹歌吹歌吹歌 你再吹也是那樣啊 你吹了兩年歌 沒好過啊 他還是聽不下去啊 以前會認為就是多練就會有 結果 以前就說 只要吼 反正就是 所能生巧 你練久的就會 你練久就會像那一些 吹薩斯芳那樣 像大師那樣 就可以吹得很漂亮 很好聽 什麼都會 觀念錯誤 方向錯了就 對方向錯誤 你寫了兩年 吹出來的歌就是不能聽 就是不能聽 打掉重練而已啊 從跟那些 倒立米花都還不會 還不會吹的 一起上課啊 我真正來上課說想不好聽啊 也不過算兩個月不到三個月 自己吹的歌錄音 我聲音變了耶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聲音不改變 現在我聲音怎麼會變那樣 可以喔可以喔 略吹我感覺 那不是說 當初認為說吹薩斯芳吹不好聽 是自己的音色的問題或怎樣 不是天生的啦 不是天生真的不是啊 那就是說你方法錯誤 咬竹片啊 嘴巴不夠力啦 最最是咬竹片 這個這個這個 吹出來的聲音不能聽啊 真的不能聽 又扁又悶 什麼都不行 你什麼都不對啊 所以你吹出來的聲音不能聽啊 就是這樣啊 其實咬竹片這個動作 嗯 講起來真的很簡單 但是在身體上 確實要執行 非常的困難 我們都知道坐椅子不要駝背 不要駝背要提胸 講得很簡單 但是那個真的要做到百分之百 沒有這麼容易啊 當初我們錯誤都沒有人糾正 也沒有人講 兩年多你看養成習慣 你說一時要改掉 有那麼簡單嗎 沒有那麼簡單啊 我為了要改嘴型啊 我咬吸管啊 那個喔 是沒有講沒有人知道啦 你那些兩年多你 沒有你改不掉 嘴巴不夠力啊 你吹哥 而且嘴型啊 尤其嘴型啊 把自己手把下巴 一直往下拉 往下一直拉 一直拉 啊 當初也沒有人跟人講 就嘴巴會喊啊 喊著 你吹出來聲音就悶悶的 什麼聲音也不出來啊 就是有聲音就可以了啦 就是不能聽啊 吹出來就不能聽 就是我沒有改嘴型 我花了很多時間啊 我睡 要睡覺前 要吹一個多小時 就是這兩個月當中 是把嘴型慢慢有點改了 不管說完全 不可能說完全正確嘛 所以起碼我已經改一半多了 應該有了吧 大方向拉回來 啊一半多 可是我聽出來 我現在錄製是 音色聽起來 我就感覺說 咦好聽多了 嗯 聽起來 既然聽起來 最起碼還是舒服一點吧 不過像以前那個 那個搖竹片 那個聲音 根本不能聽啊 當你有效果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有動力了 我付出的努力 我有得到成果 我感覺說 你方向 方向只要不對的話 齁 你要說 對老師啊 帶你上天堂啊 錯了就演定他步啦 每一個每一個東西 都有它的技巧 每一個每一個東西 都有它的美感 在哪裡 會教跟不會教 是差很多 方向帶你正切 觀念帶你正切 對不對 這是真的很重要 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這一路過來的心聲 和自己的那個痛 所以你覺得花錢很小事啊 時間是大事 所以說我們現在說 我們現在中年啊 這個中年啊 時間是比錢還要飽過 這兩年的付出 你有付出努力啊 可是你得不到成果啊 而且這兩年 我講難聽啊 你金錢算小事啦 你花錢算小事啦 時間是比什麼都還要寶貴啊 可是你寫的時候又沒有效果 那個痛才是真的追心之痛 那種感覺說 比你剛開始寫的話 還要辛苦 因為你是負的啊 人家是零 你是負的 你寫一個兩年 都跟一個剛抖蕾蜜話的時候 都不會吹得要一起上課 在進階一般 你又根本不上 我知道那種感覺啦 這面子的問題啊 哪一個人沒有面子 就是最下面的你覺得很丟臉 再上來這個你跟不上 可是你就不得不回來這個 這幾個月中當中 我寫到 欸 原來是薩斯文斯亞那樣寫 是啊 他是很深奧啊 可是 最核心的 最基礎的 我是有一步一步 像樓梯一步一步寫出來 間接性的成長進步 這才有效果的 不是說你一來就是吹歌 吹歌 你在吹的話 永遠是那樣 那個邏輯其實要很清楚 像有時候我看樓梯 他一直練長音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練長音 他就說他希望讓聲音變得更好聽 練長音還要幹嘛 他說我希望讓氣變得更長 然後我就會反問他 那你怎麼樣讓氣變得更長 就是要多練長音 又走回原點了 大部分就是會在這個圈一直轉 他就說想要變成這個樣子 那要變成這個樣子 是什麼問題 是要再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 我為了做這件事情 那再更下一步 你要去分解你身體的部分 是什麼動作 這比較難 湊屋的方式 在教你怎麼吹怎麼吹 吹了兩年 一點效果都沒有 不是說我寫了兩三年 還是在延梯踏步 我這兩三個我是有進步的 所以說這兩三個 我感覺我是滿意的 我只要有進步 後面再寫個五年十年都不管 可是我有在進步 我不是說要一飛通天 可是我只要有進步的話 這我就心滿意足了 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只要有進步的話 你要心滿意足 其實你講了這麼多 我們也一直在修正 其實音樂太多類型 就是例如 樂領是一類 身體控制是一類 嘴巴的控制是一類 簡譜跟五線譜又是分一類 就是他到底他其實分了很多類 就是你到底要從哪一個方向先著手 這件事情其實也很難 我之前也很堅持啊 我覺得這些學生 我就是要做到 我想要的方向 就是 我覺得他們認真學個五年十年 應該有那個樣子 這個成果 所以我們會丟 剛開始我在教的時候 我也會丟一個很大的一個柄出去 當然這個方法有好處有壞處 就是 有這個企圖性的學生 他會認為說我就是要衝 但是有些人不是這種方向 所以我也一直在不斷的抽刺波茧 就是說 剛剛那個動作你剛剛講 那我們如果不教樂理 那我們還可以教什麼 可是因為小朋友其實他們在初學的 打擊那種優勞班 ソファミソファミレ ソファミソファミレ 他們會看著譜這樣唱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 這些成人或者是這些退休的人 他們沒辦法這樣用傳統的方式教 ソファミソファミレ ドレミパソファミレ 你要叫他看譜 然後唱那個 他們沒辦法接受 一般的 學上司風的成人來講 他是沒辦法接受 用這種方式教的 大部分 那我們就會開始說 那好 我們不講邏輯 可是這很重要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學日文 我一定要會看那種 但是很多人不要 他要你直接帶他唸 直接帶他唸句子 要讓他覺得他很帥 就是 就是 你很厲害 可是他根本就看不懂 那個五十音他怎麼唸 所以有些人他的邏輯 所以思考說 那除了教這些之外 有沒有辦法引導到他 可以到這個狀態 我覺得這也是 繞了很多很多圈的路 還是你要先講節奏 音色 這些 後來其實都是牽在一起